肖战不愧是大男主 不管怎么说平番 双男主 但是故事围绕的主线就是肖战 没错 就是肖战 只要看过小说 动漫的人 都会知道 含魏无限的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没错 说的就是肖战在陈情令里饰演的魏无限 只要是看过的 都会知道肖战肯定是妥妥的一番男主 然而 都过去这么久了 2019年的戏份 2022年还在争番位问题 肖战在陈情令里 根据粉丝的说法 他拍了900多场 从这个拍摄的场次来看 就知道肖战的任务量有多重 也通过魏无限这个角色 令许多人认识了他 他也从18线的艺人 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 是一夜爆红 但是看他爆红之后 他之前拍摄的剧 就知道 哪有一夜爆红 不过是一直努力 为抓住机会做出许多准备 果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他在拍摄魏无限的时候 对去领悟魏无限 了解这个角色在书中的处境 感受 是自己去领悟 单靠导演讲戏 自己入戏也慢 哪怕没有魏无限 肖战也可以凭借其他角色火起来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肖战抓住了机遇 加速他爆火 在爆火之后 他对自己的路线貌似也挺有目标的 在没有爆火之前 就没有想走流量这条路 在狼殿下里 把自己帅气的一面包裹起来 成为一个胡子拉茶的形象 能看出他为了角色可以牺牲外表 这也为后面他想要转型埋下伏笔 如今他踏入话剧圈 还参演过转型的作品 正在拍摄的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的戏份也是非常重 毕竟是大男主 虽然有女主 李沁 但是女主的戏份还是很少的 主要戏份还是在肖战身上 所以据统计 肖战在饰演宋春生里 大概有一千多次 看样子这次比魏无限的戏份还要重要 那么每一集 出现他的次数会更多 据说 这部剧已经转场到北京了 之前是在海南拍摄 最近在北京拍摄了 据说也快要杀青了 但是貌似最近好像又延迟了 毕竟北京又出现外情了 不过呢 为了让梦中的那片海顺利杀青 北京广电 都为这部剧护航 看得出来 对这部剧的重视程度 梦中的那片海极江沙青 有许多人纷纷给肖战赛饼 下部戏是什么 有的说还是偶像剧 焦阳似我 焦阳伴我貌似有在溜肖战 小飞侠的态度是 等官宣 有就支持 不是 就看肖战以前的戏 啊 啊